上一波封面过去,今天,22日,天气相对较稳定,山区与临近山区将会有午后雷阵雨,而第12号台风青台白海豚目前位于距离东京1080公里南方海面上,并正以17公里的时速向北移动,预计在24日靠近日本关东地区的南方海面,会转变成温带气旋。 距离台湾相当遥远,所以对台没有影响,时星向下三角本周二、周三、22、23日,天气相对稳定,东北风减弱,水气偏少,各地呈现多云稻情的天气,景山区、南部山区平地有午后离正雨几率,温度方面。 早晚气温偏低,各地约低温25度左右,白天高温会掉周一高上1至2度,中午稍微闷热,北部、宜兰、花莲约31、32度。 其他地区多在33、35度之间。 早晚温差会将近10度,周三气温会又更高一点。 图片来源,中央气象局。 时星向下三角周四、24日,岂会有另一波封面靠近。 东北风会再度增强,并且持续到周日、27日。 下周一、28日,岂会再恢复至日夜有温差。 中午稍感闷热的天气形态。 而周四因为封面的靠近。 北海岸、山区等地的午后雷震雨几率增加。 这波冷空气强度会较上一波更强。 周四至周日、24至27日,北部、东半部高温30度。 低温约降1、2度。 约24、25度、水气的方面。 北部、东半部又会转为短暂震雨的天气。 其他地区为多云。 午后有雷震雨。 不变来源,报天气中央气象局FB。 时序虽已入秋。 气象局今天依然有发出中部彰化线。 南投线的高温黄色灯号。 号,可能会有36度以上高温的出现。 提醒民众减少户外活动。 并且多注意防晒、补充水分。 周四会有另一波封面报道。 北部有雨,南部会较为晴朗。 气温会下降。 住门记得多天健薄外套。